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姨您是买手机吗 我这个手机能卖多少钱 卖手机啊 您这是好几年前的款了吧 三百块钱 顶天了 三百块钱啊 我这个手机买的时候一千多呢 阿姨 手机这东西就这样 不光是手机 所有的电器都是这样 一转手就不值钱了 别说您这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就算是上午刚买的下午卖出去 至少打个五折 再说了 就您这款手机啊 就算是全新的搁着柜台里 标价都不会超过六百 四百块钱 阿姨 这不是菜市场卖大白菜 你说家就家呀 我三百块钱把这手机收进来 我还得保养 维修 加上房租 水电什么的 那哥在这儿 猴连马运能卖出去 都是个问题呢 你说我们小本经营 我可以少赚点 或者说不赚 但是您也不能让我亏本啊 是不是 那就三百五吧 这样吧 反正呢 咱也不着急卖 您再去别的店看看 反正这条街上 有好多这样的店呢 但是我敢担保 谁还能出价比我高 我这店就可以关门 真的 阿姨 我要是买呀 顶多三百 不可能再高了 您卖还是不卖 好 三百吧 三百 好 你在这儿躲着干嘛呢 老四 在这儿躲着干嘛呀 还躲着干嘛 等你二姐呗 那怎么不进屋等啊 我也得敢哪 我一进屋 他就说我私闯民宅 他不给我报警 都算客气的了 这不是我们家钥匙吗 你们俩不离婚了吗 这还是你家啊 你儿子玩具放哪儿 在 你找那玩意吗 废话 还弄我玩啊 龙龙在你那儿呢 龙龙在你那儿呢 走吧 守夜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啊 给你和孩子 丢人了 是丢人了 丢大人了 回去我 我就搬走了 你搬走搬哪儿去啊 这么多年 让你跟我这儿受罪了 一点负面相着 以后我就离你远点 省得你再跟我这儿丢人 少爷 你搬走了 以后谁还踢我挡刀子啊 我 我都没有 你都是为了孩子 喂 为了咱们的家 好了 好了 走 回家 不是 我说我不知道 你肯定知道二姐藏哪儿了 我说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行吗 老四你就告诉我吧 你二姐藏哪儿了 我二姐 她没藏哪儿 不是 你这可是帮着你二姐干坏事啊 你告我去 有本事你把我也告了 你不 龙龙 爸爸 别瞎了 别瞎了 你要敢下来 我告诉你 我就让你四兄妈给你打针 九妈打针可疼的 老四 你怎么能这么吓唬孩子的 不是 你干嘛 你干嘛 龙龙 我老婆可大肚子呢 你要能负自己责任就来抢 不是 你们俩这 哎呀 走了 该怎么解决你跟我二姐之间的事 你们俩解决去 解决完了 杨小龙自然就回来了 孩子在我那儿吃得好睡得好 放心吧 老四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你就别为难我了 我都答应我二姐了 就行 我就 我走了啊 好 好 好 我 我上你们家 来来来来 上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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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上车了 来 你别用你这样的 下来 狼心狗肺的孩子 你给我下来 不下 你走哪儿 我跟哪儿 你看你 嘿 你是老长家的老阳家的 行喽 当然是老阳家的 这我这事儿弄了 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呦 儿子 哎呦 我给想死你喽 你想干吗 可以 咻 咻 现在 这两天你就待我这儿吧 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你放心 志强不会知道你在我这儿的 我再不怕他呢 最主要是他找不见我儿子就行 大姐你不用特意照顾 你该上班上班 我好了 没事 万一两个人要见面了 别吵架 都冷静点 你说这冷不丁了就离婚了 那我要是知道的话 怎么也不应该让你干这事啊 谁想到了 二丽 快进来 梁省夜 二丽回来了 二丽 大姐夫 你怎么在家呢 没上班啊 你娘那工作啊 我不去了 别呀 那么好工作干吗不去啊 你娘在家照顾大姐 挺好的 你快坐呀 想喝点什么 我不坐 你别忙着 我 我怎么看她有点不对劲呢 没出什么事吧 大姐 刚才在路上我没好意思说 这不都为了欣欣吗 欣欣怎么了 不提了 不提了 大姐我跟你说 家里出什么事你得跟我说呀 你别不把我当自己人 听见没有 你跟我说 你们俩怎么弄一块了呀 我现在算是没辙了 这哥们儿 我现在走哪差跟哪儿 我现在走哪差跟哪儿 算是沾上我了 不是 老四 你敢再说八遍吗 我现在走哪差跟哪儿 啰嗦不啰嗦呀 到底什么情况 他不给我儿子 我就偏要他走哪儿我跟哪儿 他走哪儿我跟哪儿 我现在上楼你敢跟着吗 谁怕谁呀 走 这一堆画牢什么他走哪儿 你们俩到哪儿我到哪儿 走 来了 大姐 来了来了 快点啊 来了 都来了 快进来 进来进来进来 来来来来 跟屁丑 快快坐啊 二厘 二厘 她在这儿呢 是啊 大姐你怎么把她藏这儿了 什么叫藏啊 她给我妹住我这儿不行呢 快快快 快坐 我爸就热吧 快喝点东西 我这头好找呀我 这改变身头来了 二厘 二厘 快 怎么了 你哪儿不舒服啊 没事 还没事呢 你说 怎么了 大姐 你说是不是 我要不管你要这钱 我大姐我就不能出这事 别瞎想了 这事怪不得你 都是她自己做的了 像她这种人啊 受受教育也好 要不然以后 不定闯多大的祸呢 大姐 你是不是比如说心里边 挺恨我的 都说些什么呀 你把大姐看成什么人了 爱还爱不够呢 还能恨呢 我要是恨你的话 咱们在一块三十多年了 那脑僵子还不得打出来啊 不恨啊 你不恨啊 真不恨啊 真不恨不恨 好了好了 把眼泪擦干 咱们去吃饭 别让他们看见了笑话 走 没了 快快快 叫人家吃饭了 菜好了 来喽 有的摆上了 来来来来 大姐不辛苦了啊 好好好 快走走走 好 快来 坐 我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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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听话 今天谁都不能闹情绪啊 好好把这顿饭给我吃了 来 就行 杨上强 你是不是就在那坐着了 是吧 行你就在那坐着啊 别动 我们在这吃 你看 凭什么 这是我们家庭聚餐呀 你还是我们家里人吗 是你自个儿把你自个儿排出 让你过来了吗 让你过来了吗 过来先赔礼道歉 你看我二姐 都瘦成啥样了 让你给折腾啊 他见儿子 那是 是我折腾的吗 是我折腾的吗 他把孩子藏着 不让我见 能怨我吗 什么叫藏呀 这孩子跟这妈在一起 那是天经地义的 知道吗 法院判给我了 判给我了好不好 判给你怎么了 判给你你就有理了 那 那是我亲儿子 我是他亲爹 我 我要儿子怎么没理啊 二姐夫 你真挺有道理的 你才我干什么呀 不是 二姐夫 你怎么可能有道理呢 我跟你说 你一点道理都没有 你想想看 你跟二姐争来争去的 不管你们俩 谁把孩子 争到手里头了 可对孩子来说 这都属于单亲 你知道吗 这离了婚 他孩子总得跟着一个人过 我 你儿子在我那儿待得挺好 跟我挺好 你别打架 跟你就更晚了 我告诉你 你当初就不应该提出离婚 就是 你看像我跟我们家兰子 我们俩不管闹得再厉害 我们俩永远不离不起 侄子之手 鱼子行 那这离婚他也得分是为什么事啊 什么什么事啊 我们家陈雨菲啊 我都原谅他了吗 不是 是啊 二姐夫 你想想看 你想看我都跟那俩 不说了 不说了啊 咱们吃饭 咱们吃饭 来来 把杯子都端起来 好 来来来 难得家里人这么齐 来来来来 来 取杯 来来来 缺个人哪 妈咪在 你说她去得那么远的地方 我都没送她 咱 咱妈在香港哪 咱 咱得为咱妈的幸福晚年干杯 对不对 对 咱们应该高兴 为妈的好日子干杯 是是是 来来来 干杯干杯 祝妈幸福啊 来 来 为了咱妈的新生活 来 来 来 二姐 来 来 干杯 来 干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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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们俩离婚迟当了 多大点事啊 现在志强呢是不能回家 二丽又不敢回家 何必呢 你说你们俩这样图什么呀 那 那他立立落落的把孩子给我 这不就没这些事了吗 先不说这个吧 不说这个 我说二姐夫 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啊 我跟你说二姐夫 你肯定是不对的 你知道不 差不多就得了 怎么你们都冲我来呢 我把婚离了 钱钱我一分钱我没拿着 孩子孩子 他不让我见 我还没点喊冤气呢 你喊什么冤呀 你有什么权利喊冤呀 你自作自受活该 你长江 你就这样吧 你就欠我跟着上你们家住去 你去呀 真的 我真叫你去 我老丈母娘在门口等着你 你不怕她把你挠成萝卜丝 你就去 不是那 那是我亲儿子 我是他亲爹呀 这我还没点讲理去了还 怎么就不讲理了 那我二姐也是小龙他亲妈呀 没你这么当爹子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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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说志强了 他也够不容易的 这么大的人了 还住在父母家 这长久下去也不是个事 要我说 二丽 你退一步 志强 你先回家住 不行 丽丽婚了还回家 什么事啊 你们听见了吧 你们听见了没有啊 家不让我回 钱一分钱他不给我 我都成了净身出户了我都 该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 你脸皮厚一点回去住 二姐他那帮你怎么地 他喊抓流氓 他真喊 他说喊抓流氓 二姐 你怎么能喊抓流氓呢 我二姐喊了怎么地吧 他喊就喊嘛 是吧 那警察去了他也得讲道理呀 你说你钱没拿到 这房子就有你一半 你回去住他没什么不对呀 哪儿就对了 我都跟他说了 可以给你钱 但是孩子不能给 孩子我必须得要 我必须不给 那我就接着告 行了 都别叨叨了 要我说 复婚 复婚是个最好的办法 谁都省事了 行吧 复什么婚复婚 他都告我了我还跟他复婚 二姐 你还怕告啊 当初你告人家的时候 我没那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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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提那茶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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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少说两句吧 咱们今天不说别的 就吃饭好不好 来来来 吃饭 吃饭 对对对 来来来 不提这些事情 吃饭啊 志强 多吃点 吃点 二姐 你吃点什么呀 别管我 你吃你们的 你吃点肉 我给他吃了吃了 瘦成这样 爸 该吃饭了 您怎么了 您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啊 爸 先吃饭吧 吃完饭吧 我陪您出去走一走 溜溜弯 行吗 徐哲啊徐哲 你并不真正知道 爸我的心 爸 您要真想回去 那就回去吧 我明天给您买机票 行吗 只要您开心就行 吃饭吧 我明天给您买机票 我明天给您买机票 行吗 只要您开心就行 吃饭吧 一块机票都没有 行了 出正事呢 走 二姐夫 你真打算回去住啊 那我也不能 老在我爸妈那打地铺 回去是可以 但别再打起来啊 打什么打呀 回去之后两口 住一床了 不哭了 没那么简单 不可能 不可能啊 不可能就别想要你儿子 二姐夫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跟常立到底还有没有感情 这点很重要 你必须得清楚啊 有肯定是有 那就行了 那你还装什么呀 不是 我是真生气气 行了行了 生气就生气嘛 你这样啊 你某些时候 你得学学咱大姐夫 脸皮厚一点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雨菲说得对 这都男人脸皮厚的女皮 他真没辙呢 我说你们男人怎么一个一个的啊 都不是好东西啊 你四弟我还挺好的啊 我走了 哪天我去你家啊 拿那个东西去 别那个 还那句话 很快努力 去跟我二姐复婚 你要不复婚 你儿子 谁想要 别跟着我了啊 走走走 别跟着我了 你慢着啊 智智你听我说 你别着急 还理论什么呀 听我说看着我 人家姐们都过去了 是吧 咱们这些当女婿的啊 你 你往前看去不去 谁没往前看了 我要搭车 搭了车 那赶紧出去快快快 你去哪一家 快点 哪位还没有买票 买票了啊 新衣服 要吃 días días 爹上 爹上 都没有人啊 爹上 小心 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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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敢进来啊你 怎么了 出去 不 你出不出去 你喊少re强吧 你喊吧 你出不出去 你喊吧 我不怕吧 要不然你给我把儿子领回来 不是你现在袁儿强你耍赖是不是 你现在死猪不怕 怕开嘴烫了是不是 你要是不把儿子领回来 我还就是死猪了 行 你就当猪吧你 你就当初好好养着彪 等你养肥了我就把你 我就把你送屠宰场去 那你这就是猪俊 你这就是饲养人 好 冯哥的病人家属 早产需要马上手术 他那十股米已经受伤了 需要马上做手术 孩子和大爷只能保一个 需要保大爷还是保孩子 病人现在情况很危险 你们马上拿主意 你们马上做决定好吗 病人的情况很危险 保大人 那您签去吧 我求求你 你求求我老婆 我求求你 你求求我老婆 我求求你 你求求我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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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 叫什么老婆 我爹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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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您好 您是 我找我妈 你妈 周明芝 开玩笑 她怎么可能还在这儿啊 她 她怎么会走了呢 她不是在这儿吗 她走了您不知道啊 妈 妈 那个人真的说我 妈 妈 妈 这到底怎么回事 妈 妈 快 姐夫 你别管我 姐夫 来来来 你看你这 别打孩子 别打孩子 没轻没重啊 你说你 儿子 快快快快 错没错 错没错 你错了错了 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你就这么教育孩子吧 早晚还得出事 你看能使劲打她干什么 她懂什么呀 她又不是故意的 在这儿现在不没事了吗 没事了是吗 没事了 母子平安 就是肚子上多了个口子 我跟你说啊 这是咱爸咱妈积德了 吓死我了 老四 而且对不住你啊 这一家人什么对不对不起的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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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儿子了 没事了 没事了 大姐 大姐 怎么了 您好 有没有见这么一个老太太 短头发 蓝衣服 在这一片 见着这一片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妈 妈 你到底在哪儿了 妈 妈 你在哪儿了 麻烦你见过这个人吗 现在 麻烦你给我打个电话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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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见过这个人吗 没有 见 麻烦你给我打电话啊 好的 谢谢 谢谢 守夜 守夜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徐叔 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不 你还好意思回来呀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们把我妈 那实际实际的交给你 你一人跑美国去了 你把她扔了 我这不正找她呢吗 给她打电话她也不接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妈丢了 我妈丢了 丢了 你还好吃 我妈妈 从这儿干什么 我妈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 您是不是发了一个学医奇事 对对对 我发现一个老太太 跟您要找的人长得特别像样 真的吗 太好了 谢谢啊 在哪儿呢 在黄山公地 那您等我马上过来啊 马上马上啊 谢谢 老太太 别走了 可以可以可以 去哪儿捡的这东西啊 从里边吧 啥人家捡的 我看您捡什么呀这是 喂 丁先生 你在哪儿呢 在南门 南门 南门 人在呢吗 就是他 这 好嘞好嘞 马上马上 看您快吃吧 他哥 那我回来我 去哪儿呢 那我去哪儿呢 你最难打到 哪儿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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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